各位兄弟弟们去看观众宝洁 现在地表上两个最有权力的人物 习近平跟川普 两个为了自己的权力 似乎都陷入到了一个疯狂的境界当中 现在川普的满意度 坚持到了38% 他跟对手的差距已经到了14% 这个对川普来讲 那是莫大承受的一个压力 所以他现在又开始进入一个疯狂的状态 现在一天之内连发了四则的推特 全部都在指责中国 又在指责中国将这个病毒 传播到了全世界 甚至又直接用Chinese Virus 来形容这个新冠肺炎 而他的幕僚长也提到了 接下来会有一波一波 攻击中国的动作 而习近平更夸张了 习近平的港版国安法 实际计则出来了 竟然把台湾名字列在上面 竟然说他们如果有虚择的话 跟台湾要资料 台湾的政治团体不能拒绝 否则就会有罪 就代表我们台湾人真的 已经被纳到这个港版国安法之中了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 别人大方首领的财经专家 黄树松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北一岛电报总长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生命党的台北市医院员乌雅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自身媒体人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自身媒体人王尔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时事评论人李振浩 大家好 好 四号 刚刚讲到地表上 两个最有权力的人物 川普跟习近平 两个似乎都陷入一个疯狂状态里面 川普现在 他开始又讲 而且他现在气急败坏 非常的愤怒 你在他的推特都可以感觉到 他的怒火 他真的觉得 我被中国害了 而且目前全世界上 最有权势的两个人 美国总统 川普跟中国大陆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们两个都处在一种焦躁不安 而且恍恍不知 中国怎么办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他们对未来的权力 都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 不安全感的时候 走在偏锋之上 不知道他们会插出 什么样一个爆炸火花出来 不是 更倒霉是 台湾刚好就在 他们两强之争的中心点 对 没错 我们跟川普来讲好了 川普目前他的民调 一直落后败的 而且还是没办法拉近 再来根据这个败洛普 盖洛普的这个民调 他的施政满意度来说 只有38% 而且最惨的是 一路的往下滑 还在往下滑 还没有止住的一个状况 虽然他这时候 更小当生气 他现在非常生气 保洁他有一段时间 已经没有在推特上面 大骂中国大陆 他最近又开始 大骂中国大陆了 他说你看 我看到全世界 这个疫情蔓延的同时 我对中共越来越怒火中烧 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同时 他还讲了 China virus 他就很久没有讲 China virus 他最近又把它讲出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对中国大陆的敌意 是越来越高 而且他之前讲 我对中国是越来越愤怒 越来越不爽了 好 那这一边是这个 这个川普非常的 这个焦躁的时候 保洁 习近平也是一样 习近平最近 那他中国的疫情 还没有解决 另外一个 最近的水灾 整个长江中游 然后连黄河沿岸 甚至连浙江这个地方 全部都在淹水 今年搞不好会有缺粮的危机 经济的状况 还也是不好 结果李克强又出来说 我去这个考察之后 看到沿途有非常多 闲置的厂房在那个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 外界对你的挑战 美国还有印度 对你形成了包围网 让你内外夹攻 保洁他也非常的焦躁 所以为什么他要 港版国安法 要做得这么的强硬 做得这么的绝 做绝了 因为他退一步就绝无失所 好除了这个之外 最新的发展是 白宫的幕僚党 梅多斯 他在接受这个 福斯电视台的 这个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现在 在接下来几个礼拜之内 川普总统会出台 非常多的 中国的行政命令 一条接着 一条 一条 接着 一条 他说这个 他已经预告了 对 他说这个会怎么 包括说制造业的问题 还有这个工人的问题 移民等等问题 会一条一条的出来 一条一条出来的时候 他说了怎么 要重新界定 中国跟美国的平衡关系 所以那时候 其实美国对中国 大陆的这个手段 跟做法 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硬 好我们刚才讲 杰西平陷入这个疯狂中 还是 他在香港问题上 油门踩到底 更夸张的是 他把台湾纳进去了 对 没错 原来 这个港版国安法 里面最具体 被点出来的国家 就是台湾 好姐 事实上 从这个港版国安法 的实行细则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港版国安法 意思是在剑指香港 但是其实 它是在震慑台湾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 他的实行办法 里面来说 他就说 如果像外国 还有台湾政治性的组织 还有代理人要求就设港 活动提供资料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相关的单位 如果我这个香港警察 要跟你要资料 你要给我资料 或者是代理人 在那边的办事处 什么都要给我资料 这太夸张了 你的港版国安法实行细致 你把台湾两个字给点出来 而且签 明白表示 我跟你要资料 你要给我 不给我 你就犯法了 他罚则是什么 十万港币 还有这个监禁六个月 保险 那他这个还有 如果你不死的话 他还有罚十万港币 还有监禁两年 所以你知道 他其实已经把台湾 管到他的范围之内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台湾现在在香港的单位 这些人员 就是非常危险了 还有就是 我虽然在台湾 感觉上是安全的 可是就像不同所说的 如果今天我要出国 我是随时会被抓的 保险 我跟大家讲 现在台湾的 这个经济文化办事处 还有我们的光华 信任中心 等等单位 到那个地方 都相当危险 保险 现在还有最新的消息 包括Google 脸书 这些都说 我们拒绝提供 这些资料给港府 保险 他们如果拒绝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也会被罚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一次的国安法 出来的时候 他等于是跟全世界 很多在香港的公司 跟全世界政府 几乎都为敌 为什么这样 事实上明年 2021年的7月 是中国大陆建政 中国大陆的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 所以在100周年的时候 习近平必须要 do something 他如果没有 他在中国大陆的党史 或是在中国历史上面 他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因为他现在搞不好 他现在内部的压力 已经很大了 还有紧接来 2022年 他要严任的时候 你要凭什么严任 你拿什么出来严任 对 所以现在问题很简单 我先把香港 二次回归 真实的回归到 我们中国大陆的怀抱里面来 我在剑指台湾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 他这次的香港国安法 他意思是 通往武力犯台的 这个前进 也就是说 假设有一天 他武力拿下台湾的时候 我可以用类似港版国安法 来处理台湾问题 所以他其实已经都把 这个蓝图画得非常清楚 国际人士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一国两次 可以用在香港 我也可以用在台湾 现在港版国安法 我可以用在香港 未来我也也可以用在台湾 所以他现在 对香港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 保险他现在要想办法把香港做的给你看 怎么样给你看 国际都说香港这次大概完蛋了 保险他不是 他现在就要求你所有的公司 你给我回到香港挂牌 你看京东 阿里巴巴 新浪 哇哈哈 也准备都要去香港 很多公司 把钱给我弄回来 都给我回来 你全部给我秦王 再回来 所以你看 李嘉诚都回去了 很多这个财团 他们现在被迫 开始买港股 为什么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 我这个国安法建立出窍 你们大概都人头落地 所以这些东西 你全部给我回来 我要把香港给我做大 做大 这是一个台湾的样板 他完全是用威吓的 没有错 所以你看最近 中国股市跟香港股市 最近在狂喷 为什么要狂喷 他要做给你看 国外乐视唱追我的时候 我觉得要把香港给你 做得非常好 特别是保洁 过去中国大有一个习惯 他们只要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 他们会做一个什么 股市 股市都会大拉台一波 你看2008年时候 你看这时候股市大拉一波 2015年的时候 也是股市大拉一波 2018年的时候 也是股市大拉一波 也就是他只要遇到 外面经济势力非常不好的时候 他往往会 先拉股市 你香港的股市一直往上涨 可是你香港的世界是很惨的 你看到没有 他今天香港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是全世界的企业中心 你企业中心 你就是你的企业大楼 企业大楼 我现在都租不出去了 很简单 我未来是留港不留人 香港国安法 这华尔街日报说了 七月不能再像以往一样做生意 所以你看 国际商界都说 结果真的很糟 很糟 所以现在很多外资要离开香港 我简单来讲 这是IWC 也就是说国际金融中心 你看退租的 卖格里野村 还有美商的这个 道富亚洲 还有中国的成通投资 一大堆人在退出 那你说他们退出这个写字楼 意思是什么 我要撤出香港 所以未来香港很多机会 当然会消失 你这样还能变国际金融中心吗 很多工作机会 当然会消失 所以我才说 他们是留岛不留人 留港不留人 你看最近 你看香港的物件 这是住房 蓝色是住房 你看往下跌 另外一个这是红色是 这个办公室 另外一个是零售店面 这是灰色 你看都往下跌 全部的物件都在往下跌 告诉你什么 香港的房地产 真的准备要大逃亡了 另外一个你看 根据这个 他们的 这个所谓四班卫士 卫理事说的 他说今年退租的场 退租的这个 所有的办公室 空出来的A级办公室 居然已经有一栋 汇丰大楼 这么大的楼坪数 都完全没有人要退 没有人要租 你就知道现在香港的经济 真的真的相当的不好 好 所以会者 你想说 现在中国 我们如果要看香港的未来 或香港 接下来 就一个字 斗 就一路的斗下去 是 我们知道今天 就是他们正式施行了 他的国安法的一个施行细则 这施行细则里面 有七大 就是赋予了 我们所谓的秘密警察 七大权力 这七大权力 你听得你真的是不寒而栗 包括什么 包括说 他如果没有取得搜索令的情况之下 他也可以搜索 没有搜索票可以进去 第二个是 他包括就是说 如果他认为你这个单位 可能有一些讯息 是有问题的 他要求你交出 这个相关的细则 你拒绝的话 你只是个平台 你可能是一个媒体的平台 或者是网络的平台 你也会被受罚 所以他现在变成不是只有针对 就是那抗争的人士或其他怀疑你违反了四大罪人 而是我要搜捕相关的罪证 你都不协助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都必须要受罚 在其中一面 所以我如果要抓你 我不用搜索票 我也不要有任何的证据 我说抓就抓 而且我扣留也没有 四十八小时的限制 完全没有 甚至要求外国及境外政治性的组织 外国及境外当局或政治性组织的代理人提供资料 如果你比如说台湾 相关的政治组织在那边 他叫我们台湾这边政治组织 要提供涉港人士 比如说有多少香港人要申请来台湾的 他叫我们这边提供资料 我们拒绝 我们拒绝这些人跟组织 可能都会被中国这边认为是你违反了香港国安法 但是其中最让人一条会觉得说 是不是中国有可能把这个箭头除了指向异议分子之外 更进一步指向所有的财团 让所有财团都归对的一项的一个规定是什么 对于意图用于犯罪的财产 因犯罪所得的收益 与犯罪相关的财产可以冻结 可以限制令 可以押扣 可以没收 可以充公 然后比如说 押扣没收充公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看起来 大家都在等着看 等着看什么 现在大家认为说黎智英 被他们认为是头号四大扣 你的前老板 是我的前老板 其实我觉得还蛮为他担忧的 他被认为是他的四大扣之一 黎智英所有在中国的 在香港的这些资产 以及在他可能中国可以扣 扣得的国家的一些资产 是不是未来都有可能 面临到被他充公跟没收的情况 所以你说黎智英的未来的命运 不是说你坐牢而已 你可能被清算斗争 而且你可能被扫地出门 你所有的财产 会不会扣押充公 而且以黎智英来讲 他本人可能是对于政治投入比较高的 那你要知道 像以那个李嘉诚来讲 李嘉诚好像感觉上这一次 他是表明是说支持国安法 但是你觉得中共会忘记他 从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九年 大卖香港中国所有的资产 套现一千七百亿人民币 再把这所有套现的资产 往欧洲办到二零一九年为止 整个长河集团 他在中国跟香港的资产 仅占他整个集团资产一成 他在欧洲的资产 高达整个资产的五成 你抛售中国香港资产 前进西方世界 李嘉诚会有事吗 你觉得中国可以容忍这种事发生吗 那李嘉诚跑就好了 怎么跑呢 你人跑得掉 你所有财产在香港 你还有一层财产 这边你跑得掉吗 你的子子孙孙跑得掉吗 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早在二零一五年 李嘉诚就被人民日报 点名说私人已去 难以万流 也不必万流 李嘉诚在当时 他还痛批 纹理扭曲 令人不寒而栗 去年他还记得反送中的情况 黄牌之瓜何堪再哉 你看当时他还可以秉持着良知 然后讲出一些 让我们听起来 比较算是中立的话 但现在国安法通过这两个月 李嘉诚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大买加码 自己的长河集团的股票 宣誓交通 对大概加码一亿多港币 这为什么要这样 主要就是要告诉 那个中共中央 我目前为止 我是支持这个国安法 我心向中央 可能透过这种方式 来进一步表态 来希望可以适宜 希望中国这个斗 斗的方向 不要斗到中国香港的地主 李嘉诚 好 瑞德 有这么可怕吗 刚刚讲的 慧珍他以前在苹果栽过 他等于说 李智英是他的老板 感情很复杂 李智英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李智英其实已经做好准备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自己公开信里面 曾经讲到说 有人劝他要逃离 包括不管用什么方式 那也有人去报导 香港媒体报导说 李智英要用偷渡的方式 他说我现在怎么能走 我现在如果一走 不管是用其他的方式离开 还是要用偷渡的方式离开 他们最希望我离开 一定会在香港 把我弄得身败名裂 然后就把我讲得非常难听 这几年来 为香港所做的一切事情 全部都白费了 事实上你知道吗 李智英这个声明里面 讲了一件令人很难过的事 什么难过的事 是什么事 他说以前为民主打拼的人 没想到竟然会是出现 我在这次事件里面 国安法的事件里面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他说他有一对网红的朋友 那么因为为了这个国安法 事情很担心 所以经过朋友介绍 去见了一个所谓 过去民主的人士 就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一个民主派的人士 结果没想到见了以后 再跟对方谈了七个小时 他的这对网红朋友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你不是民主人士吗 我来见你是要请教你的意见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民主人士 竟然恐吓他们两个 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要好好配合 配合相关以后的相关人士 如果这样 恐吓七个小时 就他们夫妻两个不为所动了以后 这个民主人士 竟然去恐吓他的太太 恐吓这对网红的太太 直接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好好遵守的话 在香港这个地方 你认为你自己是要选择被车撞死 还是被人家从肚子上刺三刀死掉 这件事情是李志英 李志英自己讲出来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李志英也曾经 他的豪宅 他自己本身的豪宅 被人家门口放了一把 开三刀跟放了一把斧头 他香港苹果日报的货车 因为那个在报纸的相关的货车 直接被人家一把火烧掉 所以李志英说 我不能走 我现在走的话 那会怎么样 那你知道吗 他其实早在去年以前 已经嗅到不对劲了 所以他把他的妻儿 全部都送出去 离开香港 现在他一个人在香港 那时候我就觉得 你在此时此刻 回香港是很危险的事 就他现在逃也逃不掉了 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港版的国安法的规定 李志英虽然大部分的钱 已经可能已经挪来台湾 还是挪到加拿大等等 但是显然在香港 还有一些产业跟物业 你知道吗 台湾苹果日报本来已经下令 就是网路版的要订阅要付费 7月1号那天 也就是港版的国安法 那么正式实行的那一天 他就把它打开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它打开 为什么打开 因为很简单 因为香港的苹果日报 跟相关的媒体 随时可能被查封 然后相关查封了以后 还可能把所有的产业物业 跟李志英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财产 一口气全部查封掉 所以李志英自己说 他的朋友都已经告诉他了 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实行了以后 他是第一位 会有可能用这个法送北京的人 但是此时此刻 他绝对不能离开香港 现在真的有这样的风声鹤唳吗 而且台湾居然牵着在里面 现在我们讲的话 我们做的事情 写的东西 只要离开台湾 我们都随时可能被抓吗 不一定离开台湾才会被抓 真的假的 对 因为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里面 它有一个条文规定说 香港政府可以在香港的范围之外 聘请合格的人员执行国家安全任务 也就是说港版国安法里面授权港府 比如说在台湾 比如说在这个其他的国家 聘请他认为的合格人员 直接在台湾执行他的国安任务 他能做什么 某种程度上 其实说实在的 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 桂敏海 铜锣湾书店的一个股东 他之前就是在泰国直接被消失的 是 他没有去到中国 他在泰国被消失 所以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引渡什么 反正就是无缘无故被消失了 那你在台湾说 他执行国安任务人员 把这个做统治到香港去 不是完全不可能 尤其是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我会在台湾被绑架 然后就问你前面要消失 第二天我就在香港出现了 你也许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 对啊 被消失的定义就是消失了 我连出现都不会出现了 之前玲珑基他消失是超过一个礼拜 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对不对 那后来呢 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在中国手上 那李明哲之前也是这样 消失了好久 几个月 无声无息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好 我们讲回来这个国安法的话 基本上他是中共对台发动三战 新战舆论战 跟法律战的最重要 法律战的一环 那这个法律战的效用呢 其实很简单 他现在是打着闪电战的节奏 闪电战 对 在世界的民主自由阵营 因为大家很忙忙疫情 美国在忙大选 所以现在世界的民主自由阵营 还没有联合起来建立起防御的防御线 法律的防御线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中共他这样子突进的时候 这个闪电战打的是 大家是毫无招架之力 我举一个例子 他现在诗情戏者出来了嘛 他不是讲说台湾代理人 把台湾代理人纳入了 我跟大家报告 什么叫台湾代理人 任何个人或团体 你不需要直接挂官职 你不需要在台湾政府当公务员 你只要曾经接受过台湾的补贴 比如说我们不是很多企业 他都领政府补助啊 很多个人领政府补助啊 还有包括说我们的官股 官股企业是领政府补助 对不对 这些都被纳到台湾代理人 所以你不要说我去香港 只是单纯的做生意 应该不会有事 错 如果你有领到政府的补贴 所以公营银行也不行 对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台北 不是还有一个设香港的经贸办事处吗 这个经贸办事处典型 就是完全就是台湾代理人 这五个字是冲着那班公司去的嘛 他们变肉票了 那我们台湾政府呢 现在要嘛壮事断碗 就说我完全改变对港的方针 把这些撤出来 可是撤出来很为难啊 因为我们台湾 每年往来香港两百万人 签证怎么办 对 你要怎么样的去照顾 在香港台湾人的权益 所以基本上这个闪电站 就是要把包括台湾 包括所有外国 变成是人职 在香港手上 美国有八万人 在香港做生意啊 这八万人 现在都是现成的 港版国安法人职在里面嘛 你搞我一个孟晚舟我搞你八万个人在这里 所以其实基本上现在中国他就是跟你拼了啦 我闪电站突击啦 我就是赌你这个民主自由国家 法律战建立防线很慢 因为你们每个国家都有国内的程序嘛 回到自己国会做表决 还要政治辩论 我是独裁者我直接干下去之后 我杀你个措手不及 他在玩的其实就是这一招 那所以正好刚刚讲到的 现在全世界两个最有权力的川普跟习近平 两个都进入疯狂状态 没有想到台湾全被大陆 港版国安法里面 但现在台湾不只是说 我们面临法律的威胁 现在美军直接竞压到西太平洋 而中国也在西沙群岛在做演习 台湾刚好就在中心点 而且现在越来越清楚的 现在美国要把台湾抓到这边 以后已经不是低岛链了 而是一个非常强固的石金墙 要把整个中国大陆给围起来 没有错 现在确实整个美国跟中国 不管是在南海 或是在西太平洋的对抗 都非常非常激烈 现在最新的航空图已经出来 尼米只好现在 它又更接近南海范围了 更接近中国了 对 它接近到什么程度 因为原本我们以为 尼米只好他们只是在 菲律冰海对不对 抱歉现在已经到了南海了 而且最新消息是什么 他们离中国有多近 尼米只好的指挥官 在受访的时候 7月6号的时候受访的时候说 我跟中国海军是互忘的 你看到我 我也看得到他 这个距离 你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你 对 这个距离已经不是雷达上 这叫目视范围之内 而且甚至还有美军的军官说 中国的军官已经用所谓的 雷达射控系统 来挑衅美国的军队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雷达射控系统 也是在10公里内的距离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距离真的要直尺 就是他们对于美国来说 为什么要步步逼近中国 很简单嘛 第一个 他要压缩中国的地方 第二个要撑开自己的防护网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 对于美国来说很清楚 我现在就是派了两支 一个尼米之号 一个雷根号 我就在南海巡弋 我就在菲律宾海巡弋 他那个近距离的对抗很简单 因为知道下一个世代 要对于中国的包围网 关键就在菲律宾海嘛 我要把整个南海 整个菲律宾海全部吃下来 变成我的掌控范围 我才有可能围堵 整个中国的包围网嘛 很简单 你看整个菲律宾海 它下面是巴士海峡 上面是宫湖海峡 换句话说 我只要从关岛派出我的潜舰之后 我潜在菲律宾海的深海域之后 我南方可以观察巴士海峡 北方可以观察宫湖海峡 那中国所有出海的航道 全部被美国观察到 那这件事情很清楚嘛 他就是把所有中国门 中国所有的门户 全部都挡住嘛 好了 为什么会发生 这你的意思说 过去我们讲时 第一岛建设 从日本琉球 我们看到了台湾菲律宾 用这一条线 像个捆龙锁 把中国锁在这里面 可是现在不止了 现在整个菲律宾海 都是我的众生 而这个众生可怕在哪里 我这边不满了火力 不满了武器 而且我随时可以从 关岛调兵遣将 所以你就算突破低岛链 你到这个地方来 就有人讲 它根本就是一个石巾 你根本打不穿的 没有错 因为即便是低岛链 还是有两个门户 一个是巴士海峡 一个是公共海峡 对不对 不管是中国潜舰 还是中国军舰 只要出海 一定走巴士海峡 不然就走公共海峡 可是问题是 当美国企图 而且试图用火力 把整个菲律宾海 整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全部用火力塞满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石巾墙 过去我们讲的是 捆龙所的概念 第一岛链从日本 从台湾到菲律宾 这个捆龙所把它捆起来 可是捆龙所毕竟是有门户 现在美国概念已经转了 我们现在观察到 已经不是捆龙所 是个石巾墙 是个防坡体 而且这个防坡体跟石巾墙 是由火力建构而成的 所以这次两艘航空母舰 在这进行军演 甚至周边国家万里池源 就是展现这个概念的 所以现在正在美国角度 把整个关岛吃下来 不断地扩张关岛的军事基地 不断地增加关岛远程打击的能力 不断地增加关岛整备的能力 很清楚 未来如果发生战争了 远方投射兵力到关岛 让关岛的机场更大 可以载更多战斗机 可以载更多加油机 更多的侦察机 未来就是要控制整个菲律宾海 把中国从捆龙所 变成一个大型的防波体 困在整个西太平洋 董事长 我们在台湾过着安全的日子 我们现在这个三倍券要发了 大家要花大钱了 可是没有想到 又是法律战 又是这军事战争 台湾没有过安全日子 不是吧 我本来想说我要拿这三倍券 每天还在想 那三倍券要花在哪里去 现在台湾的情况 因为今天的Washington Post 讲得很清楚 在香港之后就是台湾了 所以美 所以老共对台湾动手 你不用怀疑 是哦 下方目标当然是台湾 那这个 那在这一次 所以香港这个安全法 就是一个蓝图 对台湾的蓝图 那当然 所以他一定会对台湾动手 他就是软土生蛙 是 越来越嚣张 你香港吃下来了 我再吃你台湾 再吃你老美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美国有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嘛 然后你看到美国没有动作 只有五眼联盟 只有美国 英国 然后这个奥地利 跟这个加拿大 四个国家抗议 然后连纽西兰都没有抗议 欧洲有没有抗议 欧洲欧盟没有抗议 欧洲欧盟 云淡风轻的随便讲讲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没有人抗议 那美国 川普讲得很清楚 他正在严理两三个行政命令 这个屁话 真的吗 但是屁话 你现在如果 你会对中国出手吗 我如果你是黄之锋 如果我是这个李志英 你今天你在香港 已经是在热锅上的蚂蚁 你看到美国这种温吞水的 慢吞吞的态度 你怕不怕 当然怕 美国第一个态度 就让你心寒了 你不知道 这个没有后援 第三个 他提到台湾 台湾刚刚议员讲的很好 就是法律战的开始 这法律战开始 他很简单 你他从原始的概念里面 他从香港的港独 香港的他叫做止暴治乱 这个从去年我们开始谈香港 整个概念里面 有一个基础概念是什么 到底是香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人介入 对 还是他的定义 比如是说我做错什么事情 或是民主自由是应该是香港的权利 他都不是这样子想 有人三风点火 有人三风点火 有外国势力介入 外国势力介入 有主要两个势力 美国跟台湾 美国跟台湾 所以很简单 所以今天我把台湾写进来 就告诉你 你就是这个介入的势力团体 所以他就告诉你 我要惩罚你 他要惩罚台湾 好 现在台湾假设很简单 他如果法院判刑 黄志峰证明 他确实拿了台湾人 吴子嘉一百万 举例这样讲 他可不可以缺席审判 他一定把你判下去 是判 吴子嘉判十年 那你又不理他 管他 我不 那好 你哪天倒了没了 你是转个飞机 他有五十三个国家 跟他有有这引渡协定 你就被他抓了 你就变成孟晚舟了 你知道吗 有这么危险吗 这个法律上是可行的 就是他所谓的统战的三战策略 三战策略就是讲的 法律战 文宣战 心理战 心理上让你害不害怕 我们在那边讨论 心理上害怕 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去年通过反渗透法 对不对 他们怕不怕 他们也怕 大家两边都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对抗是在升高的 对抗冲突是在升高的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危机 是在升高的 美国可不可靠 我们就会有一个 看你美国这次怎么处理 美国如果这次处理 讲白的 第一轮 中国大陆 中共占上风 美国如果第二轮 你不能够把他这个面子要回来 主导权拿回来的话 谁敢相信美国 我妈吓都吓死了 两道抗冲目前没用吗 当然不是 不知道 我们现在目前对这个情况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跟你解释说 我们要知道说 他们现在的概念 就是认为说他第一轮已经赢了 所以下一个是台湾 那台湾都要准备动手的一个标题 大家千万不要轻忽这个事情 如果今天美国不能证明 他是个可靠的盟友 不能证明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关系的话 我们要自求多福 求人不如求己